我回到我的中国台湾的时候 我不去 那是身体的家 对 我不去得灵魂回锤家 四个车道 罗不快跑 载三个 而且绿灯不走 后面一大堆车在后面 走着 交警赶不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中共的台湾艺人 郭品超啊 在节目上说 血浓于水 两岸一家亲 我爸是山东人 对吧 灵魂在大陆 身体在台湾 每次回来台湾的时候 感觉只有身体回来 对 就像你的身体 需要使用到台湾健保的时候呢 你就会回来台湾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好像 我一直都是在漂泊 你是生在台湾的 对 是在台湾 但是我的爸爸 是来自于山东 山东泰安 所以我之前有回去过 因为节目的关系 回去过我的老家 感受到那个山东 跟一些 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 但是上次是我的家人 就是我觉得 血浓于水 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回到我的中国台湾的时候 我不觉得 那就升级在家 对 我不见得灵魂回家 对 这就是 跟很多人一样的精神回家 有顿时写得很好 香醋 是一张小小的邮票 到现在我觉得香醋是一弯 清洁的海沙 我在这一口 而大陆在那里 确实说得非常好啊 很多拿着美国护照 欧洲各国 甚至日本护照的小粉 也是这样子啊 身体在欧美日韩 对吧 在台湾 灵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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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 使用欧美日韩台湾的 灵魂在中国 自己的子女啊 身体 也是要使用欧美的福利 使用欧美的民主保障 比如说中共高官 华春莹 杨洁 跟习近平他们的儿女 对吧 但灵魂啊 还是要爱那个中国 其实相信大家 这几年看到 非常多这种台湾艺人 说出类似模板的话 虽然不会百分之百都一样 但起码相近个百分之七十吧 如果赚钱是需要这样赚的话 那你确实要怀自己的专业能力了 如果拿掉这个统战身份的价值 你在中国 还可以赚到这样的钱吗 但在中国比你厉害的人 如果不拿着这个身份 你拼得过他吗 我建议你去非洲 根据学界的研究 人类起源是乌干达那附近 去那边找找 你一辈子都是乌干达人 知道吗 除了乌干达以外的国家 都是分裂顽固分子 中共跟小粉很爱说什么 母亲那头是大陆啊 祖国母亲 诸如此类的 那你们怎么又说 郑成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呢 是中国人呢 郑成功母亲是日本人耶 他的祖国母亲是日本对吧 还有另外一位中国黑龙江的电视台主持人 杨周他娶了越南老婆 那也决定了把孩子生在越南 但这个种种的举动在中国是被呛爆了 有一些粉红就呛他 你怎么这么不爱国啊 孩子怎么能够拿越南护照呢 你是中国人孩子就得是中国人啊 越南护照的含金量还不如中国呢 越南教育也不如中国 以后中越两国啊 关系不好你可咋办呢 以后有的你哭啦 等等这个我觉得并不冲突啊 你看国品超 他拿的是绿色的护照 而这两个护照的国名 一个是四个字一个是七个字嘛 连国徽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不冲突啊 对吧 他也说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人 对吧 这不冲突的 那我们台湾还有一位立法委员啊 也是在越南出生 自称父母是中国人 我们也要这个血浓浴水 也要追根究底 对吧 他自己也说了 我从小被越南人说呛滚回中国 对吧 我在台湾也被人家呛滚回中国 所以想要营造出一种 哦 我很中立啊 我在哪里都被讨厌 不 可能就纯粹是你讨人厌而已啦 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在越南的时候 拿着越南的身份证 然后支持中国的九段线 说南海是中国的 不是越南的 所以被越南人讨厌 我不知道啦 根据我观察到的状况来看 粉红们 你们完全不用担心这点 不能说全部啦 但多数哈 多数的中国人 把小孩生在海外 也会教育他们 你们是中国人 死为中国魂 虽然你拿的是美国护照 但你是中国人啦 以后国家有需要 要回去报效的 知道吗 然后呢 我们再把钱转到美国 但是你要对别人说 自由美丽间 枪击每一天 知道吗 你以后有孙子啊 有孩子啊 通通要生在美国 但你还是要对外说 自由美丽间 枪击每一天 然后呢 继续抨击自己 拿这个护照的国家 去赞扬以前的国家 鼓励他们每年回中国 看看发展吧 看看这个萝卜快跑吧 当然 扬州会不会这样教育他的小孩呢 不知道 但我知道是蛮多来台湾的中国朋友 也会这样搞 我再次强调 我说的不是全部 但我观察到的是蛮多数的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作为一个中华儿女 在台湾 我们更要扮演 促进两岸统一的角色 那我们目前有 38万多的大陆祖国的女儿 嫁到台湾去了 这一股的力量 在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 扮演两岸的这个 女儿跟媳妇的角色 那在促同的道路上 这些两子精 是可以起到非常多样的责用 我经常会说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 我跟你说 正常人 即便你是所谓的中卫陆配 你看完这条影片 你也会觉得 他们这样的行为很不好 因为他们这样的行为 会害你们一起被脱下水 但如果 有一群中卫 他们看到这个影片 是反过来骂我们 对吧 他说 我们这个行为在猎屋 不对啊 你要骂的人是他哦 如果你骂我的话 代表你自己心里的立场 是支持他的 只是你不敢讲出来而已 知道吗 不要拿着这个做黄子 这些人啊 把自己当作是 匈奴和亲的汉族女子啊 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洗血桶 让匈奴的后代 都有汉族血桶 一旦两国有冲突啊 我们就可以大打悲情牌 大打这个民主感情 让自己的小孩 去爱党爱国 爱皇帝嘛 去反洗脑对方的国度 这个状况不仅仅在台湾啦 对吧 欧美也是很多嘛 那中国这方面玩的是世界最强的 这个必须得承认 中国世界第一 你会发现 多数号 我再次强调不是全部 很多家或是取中国配偶的 欧美日韩台湾人啊 很多时候都会为了 维系住感情 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 提供对方情绪价值 为了家庭和谐 去默许 甚至附和跪舔的地步 让他们肆无忌惮地 贬低欧美日韩台湾 赞扬中国的任何一切 甚至是逼迫台湾人 自我认同 我是中国台湾人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的孩子也是一个骄傲的中国人 我们先把台湾的好处都捞完之后 祖国统一台湾势不可打 在这个统一之前 我们把台湾福利享尽了 之后呢 我们再当一个骄傲的中国人 反正我们可以再论去美国 或是论去英国 反而 粉红属性的中国配偶 不在乎 要不要因为这个爱国的事情跟你吵架 吵到甚至离婚 大吵特吵 台湾就是中国人 就是我身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的爱国底线 我就是要让我的小孩 吃台湾的 用台湾的 用健保护照 用你们的民主方式 投票的方式 去测换掉你们 就算测换不掉 也会让你们的这个行政成本 让你们台湾人的抗中意志 每年被削弱 这个就是我的目的 我想说啊 爱是互相的 除非你们的关系 本来就不是建立于恋爱的关系 而是一个寂寞 一个需要钱 一个需要统战 这样的关系的话 那真的 说什么都没有用 不然你为什么 要委屈妥协呢 为什么不是他呢 为什么总是你退让呢 人人生儿平等 无论男女 为什么都是我们 这方在退让的比较多呢 话说回来 这个中国东北 扬州电视台的主持人啊 他还有被中国女性呛的点 是什么呢 为什么你要娶越南老婆呢 看不起咱中国女性吗 结果事实上 扬州他说了 他在中国这种条件 是娶不了媳妇的 是没有资格结婚的 首先在中国结婚啊 必须得买房 你现在不买 你未来必须得买 如果你想要有孩子 而且让孩子 有一个比较好的升学环境 像学区房币嘛 蛮多中国女方 要求的彩礼 都跟抢劫四高的夸张 当然啦 我再次强调 我说的不是全部 但是一个社会多数的现象 而根据扬州自己的说法 去越南结婚 当然扣除一些结婚的基本开支 跟费用外 女方不需要彩礼 她的丈母娘还送她一块地 可以随时盖房子使用 那扬州1985年出生 目前39岁 越南老婆26岁 相差了13岁 这让我仿佛看到了 上个月台湾也出现的这种即逝感 由于台湾的40多岁发型师 娶了18岁的越南新娘 被延杀了 在台湾 如果有一些人都觉得 也没有钱结婚 或是觉得另外一般 要求非常多的话呢 我跟你说啊 中国那可是地域级别的 你要搞清楚 中国现在是通缩 社略大涨 薪水没有涨 反向 民生消费品涨 但是房价车价等 高级品在跌 而这个跌是恶性消价竞争 以及中国通缩经济造成的 然后我昨天看到一个 很搞笑的中国网红 自己拍的短片 他拍了80年代 90年代 00年代 之间买房人的装修风格 结果00年代我买的要烂尾楼 对吧 然后装修都是烂尾楼风格 下面一排刷 非常认同 我家亲戚买到 我朋友那个谁买到 断供 卖不出去啦 你们自己去刷中国抖音 其实可以看见他们的婚姻价值观啦 要知道 扬州可是电视台主播 连他都没资格结婚了 最后扬州表示 谢谢各位网友的提醒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 如果只拿越南跟中共国比 谁能在未来更靠近民主方向 我认为是越南 注意啊 我用的是靠近一词 而不是变成民主 那东南亚目前正在崛起 很多外商都渐渐转移阵地 其实大概在两三年前就做这件事情啦 印度、越南、印尼 通通都是这样子 而中国目前并没有找到 能够替代这些产业缺失的新产业 也没有完成产业生机 你看圣上之前大搞5G烂尾 对吧 大链晶片也烂尾 大搞电动车相关的产业 目前啊还是靠中国政府的各种补贴 还有恶性销价竞争 还被美国、欧洲、土耳其、印尼 疯狂抵制关税 那目前看来啊 这个电动车应该也有3、40%的烂尾啦 现在还想搞一个AI产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中国一些城市的这个萝卜快跑 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已经都出来了 在没有完善的法规之下 就低价的推出市营运 那目前已经引发像浙江啊 武汉很多本地出车司机的抗议 但是连一般的交通民众都抗议 为什么? 因为造成了很多当地交通的疯狂堵塞 对吧 三线到四线到堵在最前面的 不走的永远都是萝卜快跑 四个车道 萝卜快跑 站三个 而且绿东不走 后面一大堆车在后面堵 交警赶不动 所以呢 很多驾驶就会下车 去找司机理论 结果发现车上没人 只有乘客 甚至车子自己跑也没有乘客 但是他就故障在那边 那我们要知道 首先中国这个技术还不成熟 直接打亮的在二十几个城市试点 而中国未来想要推展到全中国境内 所有的城市 你要知道全中国坐计程车或是网约车的人数 初步是一千多万人 而我们在退一万步来说 我们假设萝卜快跑它的技术非常成熟啦 那撞车跟停在路中间的失误率 非常低 萝卜快跑的优势在哪里 应该只剩价格了吧 那你这样会吸引到什么 原本就喜欢搭车的人或是赶车的人 这些客源 从原本的计程车跟网约车的人转移而已 你并没有增加搭成人原本的技术 你技术基本上是不变 那我今天自己有车 或是我本来就没有轿车的需求 你多便宜我都不会去搭 而且中国的萝卜快跑 并没有产生出所谓新产能的产能价值 对不对?你只是把实际换成无人 你这个是新产能价值带来的破坏 但你没有提供更多的产能价值 新的喔!这个跟以前欧洲那种工业革命完全不一样喔 人家欧洲的工业革命是有创造更多新的产能价值 虽然它有破坏就有的一些产业 那你萝卜快跑并没有产生出新的价值 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越南的前景发展 现在看似是比中国还要好 你们可以这么理解的啊 美国那个时候为了打击苏联啊 让中国崛起了 如果崛起之后啊一发不可收拾 对吧?中国走向了错误的道路 那现在美国要打击中国 所以会把中国的产业分散到东南亚各地 越南就是其中一个 而越南跟中国虽然都是共产党体制 但是越南它有司法独立 它有财产官员透明 怎么样说这两点都比中国强多了 好了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不全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的下期见了 拜